作詞曲 李宗盛 双重哭喊过日 装置不见当年 几乎舍掉定乱世 几乎饮血小酒粥 仙尘妹妹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 云仙尘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据我所知 星成的五大家族 基本上每个家族 都出过国师和丞相 实力甚至能够媲美天际门牌 浩天国的武将 以兵马大将军三王爷为尊 而文臣之首 就是这五大家族 他们向来以利益为重 仙尘觉醒了朱雀血脉 他定会被云家全力培养 短时间内应当没有什么危险 但这几大家族 都依靠联姻维系关系 假野时日 云仙尘也一定会被迫嫁出去 以他的性格 一定会大够其成 在这儿之前 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 鲤鱼果 想不到你心里这么在意他 我 疼疼 疼 如果是其他女人 我坚决不同意 不过 我 先冲妹妹的话 啊 叶大哥 你慢一点 京城五大家族的叶府 这里一定会成为我的翻身之地 红衣少年郎 你是叶穷少爷吗 太好了 老爷收到信 说你还活着 让老奴在这里等候少爷呢 呃 这位小姐是 啊 啊 她叫薛妮妮 是我在塞北施救的丫鬟 这一路 都是她照顾我的 哦 哦 原来如此 啊 我的好孙儿 爷爷 爷爷 我爹死得好惨 爷爷 好孙儿 你回来了就好 这是什么 大哥 你可来了 这是我和手下改良的武器 火金大炮 这是陈老根与他手下的几个兄弟 利用血衣大炮为模型 发明出的一种新型大炮 嗯 嗯 少爷 这个炮弹是利用火镜研制 据说威力可吓人了呢 嘿嘿 大哥大曹 你们看 哇 这威力比薛衣门的好好多了呀 哎 少爷 炮馆开花了 嗯 如果放一发炮弹就要损失一门大炮 这就有些不划算了 对 现在就是缺少新的材料 如果我没有玄解矿石 那么火星大炮威力更大 也会更加耐用 玉果 我想好了 我跟你一起去青阳城吧 不管怎么样 始终是要面对婆婆的 而且你采购铁矿也需要人护送 你决定好了吗 嗯 决定好了 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独自冒险 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约有个照应 少爷 我也想去 我可以在路上伺候你和夫人 你还要带着姑娘们照顾伤员呢 伤员比我更需要你 乖 我很快就回来 那 好吧 这血爪是离开塞北的必经之路 哼 还真是荒凉 哎 要是有的悬我还真不想路过这儿 这血爪上空遍布猛情易兽 遇见飞行更危险 还好有这两头牙狼能送我们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 光线太暗了 带我找个工具 你还真是 随时都能拿出这些极奇怪怪的东西 看来这可是个大东西 这个气息好熟悉 哎 那是 血眼蛟龙 快闪开 这畜生竟然没有被带走 这血眼蛟龙 应该是之前关在奥血城地牢里 前两天奥血城遭到云家的袭击 他身上的伤势还挺重的 估计是从地牢中挣扎着逃出来的 小心 看来他对我们已经恨之入骨了 正好回我城墙这事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 上 快开始分火了 分头都别 好险 本身火炎需要大量的灵力 加上他的伤势 只要想办法消耗他就有机会 笑丘眼 连飞都不会 还配成蛟龙 蜜狗 小心酒下 不是吧 这血爪不愧是再被三大经理之一啊 这里妖兽都喜欢潜伏发动突然袭击 这下可全醒了 媳妇 撑住 要是咱们受了伤 这群妖兽肯定都一拥而上 雨果 不用管我 你关心躲好你身后那条蚯蚓吧 逃跑我可最擅长了 再这样躲下去 小爷我可要累死了 不过血眼蛟龙 也已经露出疲态了 雨果 他已经坚持不住了 我的火箭长枪 能够抵挡他的火焰 我掩护你 你去找他的弱点 好 我们并没有攻击他 怎么这家伙 好像越来越痛苦了 原来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